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流行 摇滚 民歌等等各种类型开始 再到慈悸歌曲 创作历程的转变和体会 他都侃侃而谈 我想当作流行音乐 我们用一种叫反映社会 如果是提出问题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解决 但是在慈悸里面 不管是污染问题 不管是整个社会的贫穷面 人心的问题 在慈悸里面都会去 都被人化成行动 化成力量 授群老师的这一段分享 在场的其中一位年轻观众 听进了心里 得到了力量 今年18岁就要升学了 当然遇到问题 通常是学业上的问题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沟通 或是以后未来的路要怎样走 刚才听了李老师的分享 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生 很多东西都是有答案的 只等着我们去找那个方法来解决 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去寻找 前来马来西亚帮歌手 录音的李寿群老师 就算工作提前结束 也不作他想 一心只要把握机缘 与更多当地人分享 他创作此籍歌曲的 过程和感动 其实我们不太有机会到 冰城 吉隆坡或者新疆坡 那既然来了 我们就当作一个 当然不像我们不是歌手演唱 但是我觉得可以传递一些 至少我心里觉得 我对此刻的感情 我可以让大家了解 好的作品要先打动自己 才能感动他人 李寿群老师不止做到这一点 更要通过分享的方式 到他所走过的地方 为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剥下一颗善的种子 待新闻度会期李佳寅 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道